那個音調你不可以太倉促 喔 那跟我很不搭欸 對啊 我唱老實了 你還聽到 這樣讓 讓爾瑄知道 他們兩個真的就是 瓶水相逢 瓶水相逢 他淚眼汪汪的看著我 對啊 因為你剛剛都沒有抱他 我覺得 Hershey 真的就是一個少女 她蠻少女的 她的眼神很恐怖 大家只要看過她的眼神 你就會覺得 天啊 對 她在綁架我 對 沒錯沒錯沒錯 對 沒錯 老師請問怎麼稱呼 我叫Lillian Lillian老師妳叫 那請問妳做那個寵物溝通多久了 大概今年已經三年多了 喔 三年多了 很好 好的 那我們 我們 等我一下齁 你哪拍咖息啦 她要吃狗是不是 老師溝通一下 老師溝通一下吧 交給你了 因為她覺得 場子是她的 這麼大的誤會啊 第一次來欸 這麼大的誤會 她覺得這裡是她的場子 她覺得就是 主控權要在她的身上 OK 因為我們團隊有常常跟她說 她是這個節目的主key 但她真的是誤會一場 就是其實還是我 如果沒有抱走鐘獎 還是我要裝髮 給我冷靜一點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從小切開始好了 畢竟小切是 兒生的狗狗 然後她也已經跟他們已經 九年的時間了 小切她的個性其實算是冷靜 然後沉著 然後其實她也不太會亂叫 她也是有活潑的那一面 但是比較不會那麼的躁動 那你有沒有特別想問什麼 有 因為她現在跟我媽媽住 然後我媽媽要準備一些問題 掌聲歡迎媽媽 哈哈哈哈 媽妳要問她什麼 哈哈 我傳給妳 妳都沒有 我有看 我忘記了 啊 先問她最愛誰 啊對這個 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在乎這種 很重要的感情是 我媽想問 她在家裡最愛誰 她在家裡其實最愛的是媽媽 因為媽媽跟她相處的時間 其實還蠻多的 哦 OK 那最不愛的呢 啊 是我嗎 不是 是我嗎 沒有沒有 因為她跟你比較沒有說 每天都看得到 就是你了啦 就是了 她就這意思了 很難過欸 那她今天來上節目 是不是覺得偏尷尬 想說幹嘛跟一個不熟的 不熟的哥哥出來 哈哈 我好歹也 我 我陪她經歷她的童年 突然想到忘記問那個 小切最重要的問題 她有沒有聽過你的新專輯 她沒有 她沒聽過 那可不可以問她 她不喜歡聽音樂 她不喜歡聽 Are you sure 你這麼跟她不熟 她都聽 她聽我媽彈鋼琴 哦 她比較喜歡媽媽彈鋼琴的聲音 還是喜歡 哥哥的音樂 哥哥的饒舌 好好回答哦 哈哈哈 老師也要好好回答 哈哈哈 對老師 老師想想覺得 欸 幹嘛這樣 對啊 害到她 她說哥哥唱歌很好聽 啊 謝謝 老師 是妳說的還是她說的 妳怎麼臣服於 這麼本威之下 那老師 我們剛剛不是乾杯了嗎 我們就說乾了這杯子 他們就是兄弟 妳說話直接一點 怎麼樣 妳再講一次 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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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真的 他們算是好溝通 因為當問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有畫面會跳 畫面會跳出來的 嗯 對 嗯 老師妳家缺狗 哈哈哈 我幫妳溝通 我幫妳溝通一下 妳在溝通一下 我知道我是很膩了 老師覺得狗很掰 哈哈哈哈 我家 我家有一隻狗了 音樂很謝謝你 欸她還蠻 欸她竟然願意 靠近老師欸 她很喜歡客人 就是如果是 來家裡啊 就是可能我的朋友 第一次見面 嗯 她就不會趴在我 她就是要在 在別人的身上 還是我 我在想 她不是喜歡 輕輕柔柔的聲音 因為媽媽講話 也是輕輕柔柔的 白癢啊 白癢啊 都飛得去啊 沒有 欸 算了啦 沒事啦 欸 趕快趕快 欸 趕快趕快 她確實 她確實是喜歡 就是比較柔的 柔的聲音 就是而且就是 呃 那個音調 你不可以太倉促 哦 那跟我很不搭欸 對啊 我唱老師欸 叫唱饒舌的主人說 欸 不好意思 你腳要不要那麼倉促好不好 對啊 不要 還要放慢語數這樣 她能 她要能多 還要能停留 要多慢 嗯 讓 讓 爾瑄知道 她們兩個真的就是 憑水相逢 憑水相逢 不管 以後 將 如何解釋 太難過了 太難過了 沒事 她淚眼汪汪的看著我 對啊 因為你剛剛都沒有抱她 我覺得 Hershey 真的就是一個少女 她滿少女的 嗯 她眼神很恐怖 大家只要看過她眼神 你就會覺得 天啊 對 她還綁架我 對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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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今天來我們節目 這樣輕鬆還行吧 輕鬆啊 很輕鬆 對啊 聊聊天 除了聽到小切 好像不太喜歡我 也有點失落 你看 你看她現在在別人身上 很開心 對啊 她完全 就是很奇怪欸 真的很詭異